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专注的很多选举的事情 但是这个事情也对于中华民国在宪政的立场 跟宪政的实施的方式上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必须要请雷主委和我们谈一谈 首先我们就把雷主委请到我们的画面之中 雷主委非常谢谢 非常欢迎 石头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的 我现在手边是你发给我的一个10月16号的新闻稿 基本上它是有三大点 第一点是这个复联会拒组政党 说政党法是违宪的 第二个 这次开会表决以9票赞成 以及61票反对2票作为废票 结果决定复联会将坚持你们爱国进军服务社会的公益宗旨 不转换为政党 第三个呢就是说党场会呢在今年的3月19号这天呢 它下了一个行政处分 这个行政处分命令你们呢就是复联会要把99.3的财产 一共有388多亿在30天之内要遗传为国有 那么这个事情呢现在官司还在继续的打下去 这是我看到的最主要的三点 能不能很快的先为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政党法这件事情 到底是怎么发生呢 到底是为什么会有今天这种issue 谢谢许东啊 记得我上次接受您访问的时候说呢 互联会不只是被党产条例或者是人民团体组织法所约束 事实上还有一个政党法是我们最难去面对的大限 因为它是经过国会的立法在两年前立的这个法 它基本上是要要求台湾全部的政党或者是政治团体 都要依新立的这个政党法在两年之内完成 画在银号里面的改善 这个改善呢它有很多说得出来的理由 但是它基本上就是要求原来我们的政治团体跟政党 是可以非常自由的运作也可以非常自由的组织表达 各种不同的立场但是新的政党必须是要以选举为核心 并且它无论是在组织财务上面都要符合一定的规范 那么当然你们也知道说台湾有很多很小的党 比如说中华老兵党啊还有些其他的工人政党 少数的这个环保政党他们都是以议题为核心的 它并不是在选举中要推候选人为核心的政治运作团体 所以新的政党法呢也要求他们至少要在全国性的选举 每四年都要推候选人否则的话他们也会碰到政党法 对于他们要求改善或者是可以尽于解散的这些各种要求 对于政治团体来说有很多是譬如各种不同主张的政治团体 也忽然在这个政党法的第43条里面呢加了一个诞书 就是所有对于政党的这些要求对于政治团体都适用 也就是在今年的12月6号以前要改善完成 就是依这个政党法改善完成 如果没有按照政党法改善完成的话 就会被给予一个时间去改善 借其改善未完成的要去改善 那改善再不完成的呢 它就可以撤销登记 也就是解散 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违宪之法律 它大大的限制了台湾人的集会 结社言论自由以及政治参与权 你觉得民进党主政治党 他们做这种手段或用这种手法来做一个政党法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当时其实非常一看的 政党法在国会是国民两大政党 在国民党虽然是少数 但是完全没有争议的情况之下 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就忽然偷渡过了 那么他当然有一种政治学的理论 认为两党制度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制度 因此也有很多人认为台湾有这么多小党林立 其实不好 所以在他的组织裁员运作 以及未来方向上面予以规范 那是比较符合两大党的利益的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像复联会这样的政治团体 就成为非常无辜的忌其者 我们被迫要在12月6号以前改成一个政党 这是我们10月16号开会的核心问题 就是说你要接受这个违宪之恶法 然后改成政党呢 然后还是说你要继续维持 复联会的公义的精神 甚至就是宁可做公民不服从 也不同意他给你的限制 那么宁可跟他正面对决 那这是我们10月16号最重要的原因跟理由 我从我一个外行人 一个外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 似乎民进党希望能够透过这种政党法的运作 来封杀小党的存在 他在政党法里面也特别规定了 政党将来的裁员只可以是政治现金 政党补助军金及党费 所以说在某一种比较迂回的方式呢 也是针对着他的主要竞争对手 就是国民党以及国民党的相关的党一事业跟财产 做了另外一次的追杀 那么有关于政治团体必须要转为政党这个事情 你刚刚好像也讲到的是冲了国民党来的 还是说这个事情他们还有他们其他的用意在里面 这是在他整个政党法的第43条 看起来就是在最后一刻中忽然加进去的 因为他们发现除了政党以外呢 还有另外一种的团体叫做政治团体 像大家可以记得的像很多的像四海同心会啊 中央军校啊同盟会啊这些都是属于政治团体 当初立案就是政治团体 那么复联会在民国79年立案的时候 我们也是选择以政治团体的方式来立案 那么在整个的规范跟管理上面呢 他都受到政治团体相关的保护 那么对于政治团体要求他们一定要转政党 我认为他比要求政党要增加人数推人选举 经费来源只能有少数的地方来源 更为严重的钳制了人民的言论自由 集会结社自由 以及呢从一个很侧面迂回的方式 也影响到了在我们宪法第五 增修条文第五条里面 对于人民政治参与权非常高的保护 那我简单说一下这个增修条文的第五条啊 他在这里面的精神就是说 如果要去解散政党的话 你必须要用大法官会议 要用宪政会议来解决 那么也就是说 人民的政治参与权是这么的重要 如果你要做任何的挪动 或者是限制的话 要拉到由大法官处理的宪政方式来处理 所以你可见宪政里面 对于人民政治参与权的保护 本来是非常高的 而现在就用一个政党法 在第43条里面偷渡了一条 把所有的政治团体都要要求 完全按照这个政党法去做 否则就解散了 其实是完全违宪的一个法律 我再一次重复的问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刚才你在用不同的方式 可能已经解答了 那就是从一个老百姓的角度来说 这个政党法之前跟政党法之后 到底对老百姓的生活会造成什么样的不同 或者会影响 我觉得老百姓可能一时不觉得 对自己有什么直接影响 因为可能人家说 我也不从政啊 我也不选举 但是您要想想看 今天如果你在中华美国台湾 你有一个政治相关的主张 或者是公共政策的主张 原来你可以成立 很简单的成立一个政治团体 像譬如说当时的时代力量 安定力量联盟 他们都是很快很快就可以成立 然后你可以收受政治献金 然后去做你所想要做的游说工作 但是将来就没有这个自由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是 人们事实上应该跳起来 要是我觉得应该举起拳头 跳起来说 宪法不是保障我自由的是言论自由 集会结社自由吗 宪法难道不是让我们 有政治参与的自由吗 虽然你表面说的 只是一种管理的办法 要求政党只能变成这个样子 但是你把所有的政治参与 都放在一个cookie cutter里面 就是你只能长成这么一个方形 你不可以是圆形 不可以是椭圆形的 我觉得蔡英文先生 应该说蔡英文女士吧 她在国外时常说 我们是一个值得骄傲的 民主自由国家 那么你把民主只留下了 选举式的民主 让人可以一人一票选举 那么所有跟民主相关 人民受宪法保障的权利 都大量的限缩的话 这个就是美国CNN的 Zacharya 她在1996年 所写的那一篇叫做 Eoliberal Democracy 是属于不自由的民主 是一种威权复辟 台湾正在发生威权复辟 所以假如你是一个小老百姓 你觉得你虽然不参加政治 你还是得要关心台湾的民主 已经走上了只有选举 但是实质上是威权复辟的可怕道路 我们再把话题带回来 到你们那天开的这个会议 你是代表了一个 在会议中代表的是 互联会希望能够 从一个宪法的这个位阶上 来看这个事情 基本上你是否定民进党的这个政党法 你认为它是违宪的 因此你做出来的决定就是 我们不能把今天的复联会转成政党 对不对 最后我们的立场当然是有立场了 但是我当时代表的是 过去两年来 在每一件事情上 都积尽全力去跟民进党对抗 跟抗争的常委会 以及我们所有的律师团 在我们反复思考之后 所提出的案子 所以当天的 由会员代表大会来公决的案子 有四个 四个都是由常务委员会所提出来的 这个我想一般的朋友一下就懂了 就好像说你公司的董事会 有一个提案 那当天呢 我们的类似公司的这个董事会 就提了四个案子 那在这个过程中间 当然我们有反反复复的不同思考 因为过去两年来 民进党已经对我们下了很多重手了 譬如说大家都记得 他曾经撤免我们的主委副主委 我们现在还在跟他们打官司 他进行的认定我们为付随组织 这是在去年的2月1号 那我们也是立刻不服 我们就在高等行政法院 跟他们打官司 同时北高行的法官 也同意我们的见解 就是说原来的党产条例有违宪之余 所以他们就裁定停止审判 自己写了事件申请书 要求司法院去告诉法官 这个法到底有没有违宪 他们要怎么审理 第二个大的重手呢 就是在今年的3月19号 您刚才念的 在我们到底是不是付随组织 都还没有确定的情况之下 他又再下了一个行政命令 来没收我们99.3% 将近388亿的财产 那这个我们立刻就去申请停止执行 法官也同意我们 说这个知识体大 不可以立即没收妇联会的财产 不能够立即移转 他们已经下了没收的命令 但是还没有把它 从我们的账户里面转到国库 现在是停止的 那另外我们也送了本宿 因此呢 妇联会在过去两年中间 什么都是不服的 他们只要处罚我们 我们就不服 因为党产条例 我们也认为是违宪 那么现在碰到的政党法 更是更高层次的违宪 因为它严重的影响到了 人民的政治参与权 前面我们讲的是 主要是财产权 就是你可不可以认定别人 扣一个帽子 然后说因为你们这种人是 黑的或蓝的 或者是黄的 我们不喜欢你们这种人 所以你们的财产 全部要挪移走 这个是完全违背宪法的财产权 那么后面呢 是违背了你最基本的 民主自由里面 人民的政治参与权 这两个程度的违宪 都已经到了公民 不可以服从的程度 所以我们最后 常委会所提给 会员代表大会的案子 里面这个第四案 就是您问的这个案子呢 我们写的是 是否依照政党法 去转化为政党 但是常委会自然有自己的想法 我们认为我们宁可跟他做公民 不服从 跟他抗争到底 我们也不可以接受这个恶法 因为一旦接受了 互联会原来的公益性质 跟他所在台湾所留下的公益记录 就完全会被一个政党所影响 而且外面的人 很容易去涂销抹黑我们的历史公益记录以外 会不会说我们只是为了要去参与政治 要去影响台湾的选举 而做了这个决定 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捍卫 我们的基本的历史 跟我们过去的荣誉 所以互联会这两年来都是用 求生存 求发展 争名誉 这三条路线在勉励自己 以及跟现在的民进党奋斗 如果我们转成政党 我们在捍卫民意上面 我们无法确认 在求生存上面 也不能确定的情况之下 其实常委会是有立场的 但当时当然你当然看到 我们最后有列给大家 有九位 这中间是韩委托票的九位 是认为我们要组政党 那么至少61位当时出席的 跟委托的代表认为 我们不要做政党 我们宁可用公民不服从的方式 用互联会所受到的待遇 让大家知道 民进党政府立了何等违宪的法律 即使我们跟他奋斗到底 一直不断的也要提醒大家 现在明显的抵触了 我们的宪法以及宪法增修条文的第五条 对人民政治参与的保障 由内政部再来解散互联会的话 更是一种违宪的扩权 那这些东西都会把台湾 推向威权复辟的深渊 是让民主萌修的 因此我们也呼吁民进党一定要悬崖勒马 不可以继续走这条道路 刚刚你谈到这个表决的时候 有酒票赞成 他们的利益是什么 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当然就是因为有立即而明显的危险 在政党法的第43条里面 在12月7号以后 内政部就可以直接来警告我们 要我们迅速改善 如果我们不改善的话 他就可以启动这个解散程序 这个立即而明显的危险 在去年的1月31号也是在的 就是去年的1月31号 党厂会已经说了 他要立即认定我们为负水组织 那么当时这一批现在的这酒票的人 他们说一定要抗争到底 不可以跟他们妥协 我们今年所做的主张 就是抗争到底不妥协 但是他们却又说 因为法师这么写 你们得妥协 其实当天是大家非常非常错愕的 因为我们看不出去年到今年中间 他整个过程和他的逻辑 而且两年以来 常委们开了50次的会议 我们无论是继续做公益 或者是去打司法官司 每一次听律师给我们的建议 以及我们做策略的讨论 一共两年有50次的会议 那这50次的会议中 难道不比两年来没有走进 互联会的大门一步 而且连我们国庆的庆典 或者是蒋夫人的纪念礼拜 都没有来过的人 更为明白我们的处境吗 或者是难道这些常委们 不比他们更明白 互联会的危险吗 今天明明知道 现在面对违宪的法律 有非常大的危险 但是我们必须要坚持 我们自己的精神 这种抗战到底的决心是坚强的 所以才会有61票反对组政党 而且这些60几票 我想要借着机会告诉大家 不是只有 是或不组政党这一个议案 我们当天一共提了四个议案 前面的三个议案就是说 未来我们要组什么样的防御线 我们万一被解散清算的时候 我们要如何处理 同时我们也立刻决定 要去捐助成立一个新的组织 这个组织将永远把 中华民国妇女联合会的九个字保留住 以及把原来组织的章程里面 最重要的那几条 就是关于我们精神的 其中有一条就是信奉三民主义 那这些还有我们所要做的 社会服务工作的那些项目呢 颁到这个新的组织 也就是用当天郭带军来我们演讲 以及一个律师他后来的体会 就是如果南京非尸首 那我们要有一个重庆可以去 如果重庆还没有办法守住 或者受到威胁的话 你至少要准备好一个台湾 所以我们当天一共有四个案子 一个是怎么样处理面前的即将来的会战 就是直接跟民主党的对抗 第二个是要成立我们一个新的组织 把我们的原组织的名称精神搬过去 第三个呢是我们对中华民和台湾 老百姓最重要的宣誓 复联会的财产不是为了复联会而保存 它是为了台湾有需要的百姓而保存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 只要这个财产能够保护住的话 我们立刻就会实行捐助200亿 给其他的几个比较重大的方向 那这些方向呢是符合我们的章程 也符合我们这两年来的努力 让其他的社福团体 可以有一个非常大的活水 因为您可能知道 台湾的经济状况并不很好 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非常多 而社会上的捐助呢 在这两年经济不好的情况之下 这些服务组织也受到了很大的困境 所以我们就通过了 要捐助200亿的这个案子 它的目的是要捐给 均紧销融券的福利 因为我们有一部分的资产 是来自于绕军捐款 所以还是要去处理均紧销融券 那剩下呢就要捐给社会福利 公益慈善事业 长照 以及富佑和青年的发展 因为青年在台湾 其实现在是最需要去帮助的一群人 无论是他们自己个人的职业发展 或者是他们的青年创业 所以我们就 大家同意 这笔钱护下来 不是只是让 互联会跟互联会的分会组织来做公益 而是要分享给台湾的 社会福利团体 来一起帮助台湾的现状 其实我一面听你讲 一面想了几个事情 第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当初的所谓的主战派 现在变成投降派 对 对不对 因为当时来我们很错愕的 因为原来说要抗争到底的 那我们现在决定要抗争到底 那您却告诉我们说 恶法义法一定要服从这个恶法 所以其实当场是 大家非常错愕的以外呢 当时的所谓主战派到了二三月 忽然间通通同意要全捐国库 那么互联会即使是在 过去跟内政部跟党下会谈判的时候 也没有要捐国库 从来都是我们要指定项目的 就是我们觉得 它一定要符合公益的性质 以及互联会的宗旨 所以我们最后要把钱捐给 这些指定项目来使用的这件事情 是我们从来没有退让过的 那今天 当时去年可以全捐国库 那今年如果真的被解散了 就收归国库被没收 那不是符合他们的主张吗 所以他们来我们是非常错愕的 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转变 我不愿意这么说 但是我认为在党产条例里面 本来就是没有给我们很多的空间 一旦被定为附罪组织以后 其实就是绵长的司法抗争 政党法里面是更为可怕 就是说它在逼迫我们转为政党之后 有第十一条跟第二十八条的规定 所以这是其实当时律师比较担心的 因为始终可能知道台湾有很多的组织 被迫开放它的会员资格以后 就被全盘的改变了 像文化复兴总会啊 农天水利会啊 都是几百个人进去以后呢 就把它的组织的原精神 跟原来的宗旨跟职制都完全改变 那我们现在担心的就是在政党法里面 第一它第十一条说 中华民国的人民有参与政党的自由 那它的自由将来会如何的解释 我们有没有办法去设任何的防御网 不能确定以外呢 第二十八条可以经由党员去决定 把政党解散或是跟其他的政党合并 所以我们当然也会担心 其他的政党像对于复联会 一直在觊觎的这些政党呢 会不会运用先强迫我们转进成为政党 再利用政党必须要有 人民的参与自由的这些东西 去真正的进入复联会的核心 然后改变它的公益性质 所以我也很感动 就是媒体朋友都看懂了 他们下的就是主党派与公益派 今天我们宁可逼着 就是受逼迫 被政府逼迫我们 我们宁可站起来说 我们要公民不服从 也不肯屈服 就是我们要维护公益的精神 不可以因为有这么多后门 可能有木马城市的这些漏洞呢 将来也许过了今天 就过不了明天 所以说他们是希望 我说所谓的他们就是有心人士了 希望能够在转成政党之后呢 就利用机会把 把像你们这种组织 或其他类似的组织的 基本上的精神就被稀释掉 我这么看吧对不对 对的 因为政党的主要目的是政治选举 在政党法里面有规定第三条 所以有人说政党也可以做公益啊 他们还在 很多时候说 以前也有什么青年事务啊 妇女事务 但是当时都没有政党法 政党法是两年前立的 那所以说就是一年半以前 所以政党法立了以后呢 政党作为一种团体的形式存在 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定 就是他的第三条 他是以选举为目的 为核心目的的一种组织 所以说我再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来陈述 我对你的讲法的结论呢 就是你们不但在争取自己的权益 你们也在争取全国 全中华民国老百姓的参政权 以及集会结识权 非常感谢你 因为你的这个讲法呢 是我们心里面 愿意去做公平 公民不服从的初衷 但是毕竟互联会是一个公益团体 是一个妇女团体 我们不是那个可以上街去 喊打喊杀的那种团体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抗争什么 但是我们没有人那么清楚的去说明 因为你知道政党法的第三条呢 是我把它找出来 我念给大家听 是说是以共同政治理念 维护民主自由的宪政秩序 这边没有问题 接着是写说 协助形成国民政治意志 推荐候选人参加公职人员选举之团体 那么如果要逼迫所有的政治团体 转成参与公职选举的团体 这当然是一件不合线的事 那么同时他把小党存在的空间 那种人数不到一百人的小党呢 都强迫他要把人数要拉高 要参与政治选举 要推派候选人 那这些不是也是影响到人民政治参与权吗 所以今天他踩下来的 他用一个很像大象一般的力量 去踩的这些人 就是台湾其实非常珍贵的 这些少数民意 以及用政治团体的方式 在宣扬政治里面的各种各样的人 那当然在政治团体里面 复联会可能是资产最多的 因此他关于财产的规定 对于复联会也是有影响 因为未来如果变成政党的话 我们的财产就只能来于 政治现金 政党补助金 或者是党员的党费 也不能够像现在这么自由的去运用我们现有的财产 去捐给其他的团体 过去我们捐过很大笔的钱 给同时自会也好 世界展望会也好 这些都是远远超过目前的政党法说 你要主要用来选举可以容许的范围 所以改为政党也许是短期的一个权宜之计 至少当天主张的人是这么说 但是长期来说我们的精神无法确保 我们的任务无法执行 我们对于台湾的百姓 希望能够照顾协助其他团体的这个能力 也会被受拘束 就好像把我们五花大绑起来以后 那个时候的复联会 怎么会还是蒋夫人所创立的复联会呢 有一个问题我想看节目看到现在 有些观众可能会提出来 就是刚刚我们的谈话之中 谈到了所谓的388亿的很大的这笔款项 复联会现在有收入吗 我们现在有利息收入 那么当今年3月19号之后呢 党产会就是认为这388亿是已经收归国有 只是尚未执行 所以连这个利息收入我们也不能动之了 去年在这个利息收入里面 我们大量的捐助了像花莲地震以后的后续处理 普悠马事件 还有台湾有很多的重大伤病啊 这些我们在去年呢 事实上去年到今年捐了超过一亿三四千万 都是用我们的利息 但是在今年的3月19号以后 那些利息通通不准使用 那么这个利息所产生的税 却还要复联会来付 所以其实你可以知道 党产会就是要用这个方式 逼着我们将来连事务费用也没有 没有办法交税 让我们自动关门 照这样讲起来的话 即使所谓的一个最好的可能性 就是你这388亿你能够拿回来 这也是388亿用完之后 基本上复联会就没有办法存在了嘛 因为你 这是一个好问题啊 因为388亿是为台湾百姓用的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很有效的 把这个388亿用在台湾百姓身上的话 那复联会自然就会有很多很多 跟我们一起为人民服务的组织 所以每一笔钱啊 那甚至上说一粒麦子 如果没有在地底面 就不会结出很多的子力来 我们把着这个钱没有用 才是对不起复联会的 那因此我特别想提醒朋友们说 这次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决议案是 我们已经订了有200亿 是要立刻要去捐给台湾其他的 在做这些服务的组织 希望大家能够 拟据他的这个书面计划跟财务计划呢 立刻来跟我们申请 只要我们认为他的这些申请案 的确是符合台湾的需要 他们也是有时机的组织的话 我们会预先去签订 副条件的捐赠契约 就是钱一旦回来 这个钱立刻就会拨给你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 担保钱一定会回来 这是没有办法的 这是司法才能决定 但是我们愿意立刻签订这个契约 代表了复联会的承诺 也代表了复联会希望 把这笔钱真正用于台湾社会的心意 有一个问题 如果蒋夫人今天还在的话 她会怎么样处理这个事情 你觉得就你所了解的蒋夫人 我觉得蒋夫人一定会说做得好 因为她在民国62年的时候 她就直接批了从美国会524万美金 到台湾来建立振兴 当时帮小儿麻痹的人开刀的那个前身 就是现在振兴医院的前身 您可以想想看民国62年 524万美金是多大的一笔财产 但是她看到台湾社会有需要 她就直接就批示 然后复联会直接就做了振兴 帮助了许许多多 小儿麻痹大流行的时候 那些非常贫穷的孩子 最近我还见到一位 她是澎湖来的 她说那时候把她送到台湾来开刀 她自己原来只能在地上爬 现在可以坐轮椅 后来结婚 还有非常美满的生活 跟她的孩子 所以蒋夫人她永远都是 看着需要去争取财源 她看到军民没有地方住 她就发起 所以才会有一个非常大的 落军捐款 所以她一定会觉得 妇联会的财产要好好地用在有需要的地方 有一天我不知道 说不定这天永远不会来的 如果有一天 妇联会这三个字成为一个历史名词的话 你希望老百姓要如何或者会如何来回忆 或者来记住妇联会这三个字 三段回答 第一首先希望它不会变为历史 因为我们成立新的基金会 就是要把中华民国妇女联合会九个字 直接搬到新的基金会上面 这是用一笔 党场会说 这个跟台湾没有关系的钱 所以我们均去做的这个新基金会 没有被党场会追杀的道理 所以第一个希望它不会变成历史 第二呢 妇联会的过去的历史记录是爱国进军服务社会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记得的是 这一群妇女 她们是在国家最风雨飘摇的时候 一起来服务社会的组织 但第三个 我们更希望将来能够达到的就是 这笔钱回来以后 我们把200亿捐给其他的团体 剩下的钱我们要在全省设立妇联之家 那么用妇联之家的方式 建立各种社会服务 青年创业以及老人长照的据点 这个是我们希望大家最终能够记得 妇联会除了在台湾盖的眷社 做了许多历史上重要的事情以外 现在在全省各个地方都有妇联之家 最重要的挑战应该是1月11号吧 因为妇联会一向就不是一个司法问题 我们是一个政治受害者 了解 那我们的是现任的政府 他利用立法多数 在国会立了各种的法案 就是掠夺人民的财产 不经过司法 那么他们在立了这些齿权法案之后 设立了各种违宪的机关 最后在违宪却依法的来逼迫我们 这些是目前我们的现状 那既然它的来源是属于这种有高度针对性跟报复性的齿权法案 那当然台湾的政治生态必须改变 所以我们最大的挑战应该是1月11号台湾的政治生态有没有改变 这些能够网顾他们的法律素养 甚至违背他们以前做人权律师的这些老朋友 可以在齿权法案的淫威之下去迫害一个做公益的妇女团体 这些人必须要离开他们现在的岗位 这些人必须要下架 像复联会这样的团体 以及其他马上就要被逼迫的政治团体才会有活路 这是我们最大的挑战 雷诸位非常谢谢 非常谢谢你为我们解释的这些事情 因为这个事情不经过你解释的话 经过媒体的报道 高来高去的 小老百姓搞不清楚到底是他的得 以及他的失 他的正确或者他的失败 到底是有些什么样的影响 对他们生活有什么影响 经理这么指点出来 我觉得大家可能会心里会倾诉的很多 小小的比喻 就是从外面看 尤其是美国我有很多以前的老同学跟朋友 如果你们只听蔡英文所说的话 你可能会觉得台湾现在真的是一个非常民主自由的地方 但是他们那些就像是一个制片厂的那些布景一样 studio set 他们表面的是非常的光鲜料理 可是背后的支撑 只有民主的选举 没有法治精神 没有三权分立的民主 就像是一个fasad 只有一个外面漂亮的油漆 后面没有结构的支撑 那事实上台湾的民主正在快速的恶化 像复联会这样的团体 也许有些人认为它在历史上过去是怎么样的团体 你有自己的想法 但无论你赞不赞成复联会 或者是喜欢不喜欢复联会 你都要来关心台湾在这一段时间中间 这些东厂违宪 甚至尺夺人民权力的作为 所以最后容许我说 2020一定要灭东厂 否则台湾就不会是一个民主自由法治的社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